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有句老话 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 除了对主人赤胆忠心的性格 狗狗余生俱来的特殊能力 也在人类的日常生活当中发挥各种作用 那么古时候呢 狗狗可以协助巡视羊群 或者帮忙捕捉猎物 今时今日呢 有狗狗成了导盲犬 甚至被训练成是军队专用的扫雷犬 协助拯救人类生命 那么和大多数国家相同 东欧国家匈牙利的军队里 也有训练狗狗 协助军队拆除地雷和土制炸弹 但不同的是 匈牙利当局拯救一些被虐待的狗狗 再将它们训练成专业的扫雷犬 透过画面来看一看 这些狗狗受训的时候 那些英勇姿态 这是洛根 是匈牙利军队最厉害的秘密武器 无论是接东西 攀爬跳跃 还是搜查车辆都难不倒这只比利时牧羊犬 而它最擅长的便是扫雷工作 军人先准备好炸药样本 小心翼翼地塞进某些暗处 一 二 三 扫雷训练开始 不到几秒的时间 洛根锁定目标 一如既往的快很准 难怪这只扫雷犬 深得军队的喜爱 因为我们很快 招待他 并不是30天 但14-15天之后 他说他必须 现在他开始 洛根锁定目标 尽管洛根表面风光 然而他却又不光彩的过去 曾经遭人虐待的他被发现时 脱着瘦弱的身子 捆绑在屋外 日晒雨淋 如今有了军人的爱护 加上他杰出的表现 洛根早已是军队中的 人气狗狗 我们的第一次拍摄 已经很正确 洛根的狗狗狗 非常有意思 因为十几千万人 将狗狗训练成才 本来就不容易 而要让一只身心 曾经受过伤害的狗狗 重新相信人类 更是难上加难 庆幸的是 洛根遇见了 愿意为他庆祝温暖的先主人 更因此被赋予使命 好让他能再次活出新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